数万军中单济深情莫其丑庐 活捉斗胎 收复红农攻克沙月 荡平几乎的西魏八驻国之一 侯莫成崇 侯莫成崇自上月 带进武川人 仙卑族 西魏到北周时期的将领 西魏八驻国之一 侯莫成崇 其先祖为北魏拓跋式别之 居住在库邪真水 侯莫成崇的武士主 为太古都侯 从太古都侯起 侯莫成崇的家族 世代担任此部落的首领 嘱咐侯莫成宇 以梁家子弟的身份 镇守武川 并在武川安家 他的父亲 侯莫成崇 官至殿中将军与宁间 凭借侯莫成崇的功勋 获赠了祝国太保 清和俊功 侯莫成崇少师勇猛国改 善于骑马射箭 谨慎沉朴 沉默寡言 永安元年 公元528年 15岁的侯莫成崇 跟随贺拔岳 尔朱荣讨伐葛荣 永安二年 随太宰元天墓 平定青州流民起义首领行港 凭借战功 受建威将军 同年六月 随贺拔岳在洛阳 击败了北海王元昊 签直请将军 后来 随贺拔岳 进入寒谷关 打败了赤水蜀竹 当时 割据关中地区的 莫齐丑庐 自称天子 率兵围攻齐州 派遣将领 御池菩萨 率兵向武功线推进 侯莫成崇 随贺拔岳 奋力作战 打败了敌人 趁胜追击 解除了齐州之围 禁军百里西川 攻破了贼帅侯元进的营地 莫齐丑庐 率领残军逃奔高平 侯莫成崇 与轻壮骑兵追击 于靖州长坑赶上了敌军 贼军尚未不好正视 侯莫成崇 单计冲入贼中 在马上将莫齐丑庐活捉 趁机大壶 贼众惊慌溃散 没有一个人敢于阻担 后续骑兵纷纷赶到 贼众全部溃逃 大获全胜 贺拔月把莫齐丑庐所成的马匹 和他的宝剑金带 都赏给了侯莫成崇 任他为安北将军 太中大夫 都督封临近县侯 十亿八百户 永息三年 公元534年 贺拔月被侯莫成岳所杀 侯莫成崇 与诸将商议 盈利宇文泰 宇文泰来到军营后 援州刺使使归 还在为侯莫成岳守城 宇文泰派遣侯莫成崇 袭击了使归 侯莫成崇在夜里悄悄出兵 率领七名骑兵支离城下 其余的兵马都 麻布在附近路边 使归见他人数很少 就不再防备 侯莫成崇立即闯入 占据了城门 当时城内的高远兄弟 预先知道侯莫成崇要来 于是城内城外一片呐喊 扶兵冲出 活捉了使归并把他杀死 以侯莫成崇代理援州政事 又随从宇文泰 平定了侯莫成岳 转任为珍稀将军 宇文泰派侯莫成崇安抚泰州 令封广武献博 执翼七百户 西卫大统元年 公元535年 侯莫成崇任静州刺使 加散旗长室 大都督贤 进封公爵 而后多次升迁至车骑大将军 宇同三思 票骑大将军 开辅宇同三思 改封盆城俊宫 十亿三千户 大统三年 公元537年 侯莫成崇跟随宇文泰 活捉了东魏 金鸡大都督斗胎 收复了恐龙 攻克了沙月 十亿增加至两千户 大统四年 侯莫成崇跟随宇文泰 征战侨和 侯莫成崇此次战役中 战功最多 踏统七年 公元541年 男匈奴别种几乎反叛 侯莫成崇率军将其荡平 不久担任雍州刺使 兼太子詹氏 大统五年 公元549年 侯莫成崇升任为 祝国大将军邵父 西卫公帝元年 公元554年 侯莫成崇出任宁州刺使 简孝尚书令六官建立后 被任命为大司空 西卫公帝二年 公元556年 西卫公帝拓拔锅 被迫善未与宇文泰之子 宇文爵 次年宇文爵正式继位 建立北州 视为孝敏帝 进封侯莫成崇为 梁国公 十亿一万户 加太保贤 历任大司博 大司徒 保定三年 公元563年 侯莫成崇跟随 北魏武帝宇文艺 巡视远州 宇文艺夜里返回京城 人们私下感到奇怪 侯莫成崇对他的亲信解释说道 此前我听占卜者说 进宫宇文户 今年不吉利 皇帝今天忽然连夜赶回京师 不外乎是进宫宇文户去世了 于是 命人把这话传开 有人告发了这件事 宇文艺在大德殿召集公卿 责备了侯莫成崇 侯莫成崇心中恐惧 请求治罪 当夜 宇文户派人率军包围了侯莫成崇的住宅 逼他自杀 依照常规礼仪举办了葬语 嗜好为葬 宇文户被杀后 嗜好为装命 悪嗜好为装록 1 2 2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